4的时候还洗头,然后打完比赛之后,打完比赛之后回去已经是深夜,然后还要复盘,然后再带上一些,就是在做完复盘之后可能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然后第二天要10点多起床,所以就没有任何的时间,非常累,这里是翻牌前H&K是打光了,那他们是没有办法的BVB,就是小猫跟大猫的位置, 对,BVB的情况下,A圈是可以当AA来打,特别是在短桌,特别是在大猫位玩家只剩下20个大猫的情况下,那这边我们看见Wayne Bangkok还剩3个out, 盒牌什么都没有发出来,那这边我们看见Ivan Liu做了个double,他的筹码量变为400万,然后呢Wayne Bangkok掉到200万的筹码,两边的筹码互换几乎等于,这手牌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因为在比赛中,我们的忙住玩家之间会互相进攻非常多的范围,那么你为了抵御对手的高频率进攻,你必须有一些绝对的防守率, I'm back! 那么A圈这手牌是一定不会去给20个大猫的BB位的All-in Gangster? You are gangster? I play player, bro! I still want to talk shit? I still want to talk shit? I still want to talk shit? I have to try, I have to try. He talks to you like you don't know him, huh? I know. I can't wait for me to win this game! Cooler, bro! Cooler! Standard! Cooler! 这冤家牌有没有办法? 我们看见这边Iwin Leo现在是44个大猫。 也是这桌有27%的筹码在他手上。 Timing the 2. 我都不想打破了 我只是想要打破了 你以为你做的帽子 你以为你做的帽子 我都会打破了 那是个帽子的帽子 那是个帽子的帽子 我一定会打破了 我会打破了 Double KO Double KO 你以为了帽子 是一个帽子 那這裏我們看見Cut Off Way Greenwood 他並沒有選擇用7-5童話的牌家族 這原因應該就是小毛大毛都是整座的積分牌的領先者 我們可以看到小毛衛拿到了6-3同色 做了一個2.25毛駐的Race 這是一首非常棒的班牌 中中隊買花 中中隊買花後門勝 那他這裏應該會做一個持續下注 一個標準尺度的持續下注 選擇跟注 打得非常的穩健 轉排的一張黑桃漆 那這裏Soyza暫時還是領先 那這裏有隊子跟買花的面上 Ivan應該是不會賣下來節奏的 我在這裏可能會繼續下注80萬 打一個中注 然後他下了一個45萬 半持不到45%的尺寸 在這裏如果下45萬的話 在對手跟注之後 底持這裏達到接近200萬 兩位的後手還是有一定的空間 並沒有完全套吃 那這盒牌發出來一張A 那這裏六三紅桃是 停牌破產 而且他也知道他手上的對三 面對對手跟注兩條街的範圍是很難了 他這裏是否會選擇一個寂靜的偷馳呢 如果他這裏Check 那麼應該是放棄了這個底池 如果他這裏想要搶奪這個底池 可能還要繼續下注 並且這個注碼是不能小於100萬的 他下了一個140萬的注碼 哇 這邊Ivan6 可以說在他TEN上打40多萬的時候 我就已經大概能想到他可能這裡不中的話 是要打第二槍來偷的 因為他的轉牌是打了一個半持不到的尺度 45%的注碼並沒有讓兩位玩家跳遲 那麼也就是說他並沒有著急於在TEN上下一個80到90萬的尺度 以其在合牌擊中了銅花之後 直接選擇ALL IN 他給自己留有餘地 這樣子在合牌就可以打出這第三槍 利用這張草花A 那麼SOLIDA在這裡要想 對手即使是一些在前兩條街BLUFF的組合 那是不是有一些帶紅桃A的一些組合呢 那Ivan我們記得他在翻牌前是有做過加注的 所以是很有可能 對 因為合牌的這張A 是非常危險的 他還是選擇了跟注 好 對 還是選擇了跟注 那這SOLIDA他對Ivan也是非常了解的 對 想像中他們應該一直是在一起打牌的 做了一個nice call 對 關於這手牌 關於這手牌 在合牌 在轉牌的一個下注 就已經 為合牌的偷吃做好了一個準備 A's on the real A's on the real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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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会棋牌的 那这样 阿威六得到了一点信息 下次有可能看见他就打个all in了 但这样子冒的风险也特别的大 因为很有可能对手有大量慢打的set 对 会抠他 那我们现在忙足级别是五万 十万 前逐十万 然后Marco Suiza是非常大的chip leader 我觉得即使他在合牌开枪偷输了 他依然有为自己留下很不错的筹码 去游戏之后的游戏 我发现很多的高手在锦标赛中 很少会用自己的全部身家去打一个投机 对 他们还想留一些忙足 对 可以就是 double的机会 对 那这边我们看见Soyza 小猫拿到A圈 下注到35万几分牌 光 don't know 他用自己打拾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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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比赛继续无人捉 依然为自己保留了21个大芒的筹码 比赛继续无人捉 这手牌Greenwood有一个卡圈胜 后门九花 不知道SoyZan手里的牌是什么 我们只看到一张草花漆 这张牌在这个面上是比较的无用 过牌之后一个标准的下注 这里Greenwood很有可能用一手 这样一手低摊牌价值 但有一定权益的牌作为一个过牌加注 我猜测他在这里会加注到55万 他做了一个52万5000的下注 很贴近我的预期 我好像是对他蛮了解的 至于为什么会 能大致猜测到他的打法 因为他曾经就用一个卡圣 对我做了一个相同尺寸的Race 然后被我用SET扣住 但是在转牌直接就买到了他的卡圣 我们两个打光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忙住上涨是6万12万 以及前注12万 我可以问你 你多少钱 15 16 1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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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你最爱的手 是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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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A3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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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A3 A4 A3 A3 A4 A4 你怎麼這麼簡單呢? 請問我嗎? 我只是在玩玩 我會不會有餘餘 你怎麼會有餘餘三成呢? 那這邊Greenwood他在莊家衛拿到了狗巴 我們選擇過牌 然後呢我們到Wangcock Bank 他這邊選擇All-in小盲位全6 那他這裡推的時差不多有20個大盲 第6個大盲位全6 第6個大盲位全6 他們會比較容易 我只會覺得 如果他們做得到 如果他們做得到很快 對,非常容易 我都說過了 如果你是在網上看電視,就像是兩隻手拍檔 因為你看到每一隻手拍檔 對,你看到到七十塊拍檔 就像是兩隻手拍檔 那在這桌上都是積分牌 他們每個人都有買入五十萬港幣的參賽費 然後呢,一共是八十一手的買入 前九名是有獎吃分 那第一名會獲得一千一百港幣的 一千一百萬港幣的第一名的冠軍獎金 這裡成功偷吃 那後天我們會給大家帶來主賽兩百萬港幣買入的長牌 那這個比賽也是無限買入的 應該是前八個級別 在這裏拿到了K5同色 做了一個mini race 做了一個mini race 好,好,好 好,好 好 那我们这里每天都差不多是两点半会给大家带来现场直播 对 下午两点半 对 一天一般都是十二个小时的直播 这里两位 因为我们在这里击中一对k 可能会在这里下注 继续下注二十万的尺寸 二十万到二十五万 他下了一个非常轻的十七万五千 对 由于排面上是三高张 那么对手在短桌不太可能有太多买花组合的情况下 一个非常小的下注就可以打走对方所有的miss 腿腰带卡回来 并且排面上的三张大牌是明显击中了Greenwood在前直卫加注的范围 好 现在为大家带来解说的是Pokestad的亚洲代言人林沛菲 Selina和阿童为大家带来解说 所以在庄位拿到了八七不同色选择加注 所以在庄位拿到了八七不同色选择加注 可能会有什么地方 我先等你先一开始 他再等你 你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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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什么要做任何事 我跟随一个风格你 我一来三高的风格 你不需要我 不可爱 我最好 三高的风格 我已经两高的风格 我已经无法一样 我已经无法一落击了一段时间 我远没无法 那這些玩家對對方都非常了解 那Brenkenny這邊知道 Soyser最喜歡bluff的牌是K-GO 那他應該意思就是說 Soyser在翻牌前喜歡用K-GO的牌 做再次的家住 這裡他的家住可能要遭遇小盲位的抵抗 那這邊我們看見Greenwood 拿到了一對圈 那小盲位 他在這邊應該會做一個反家 直接ALL IN 他現在手持超過20個大盲 那雙鱗拿下底池 如果他能看到大盲位玩家的手牌的話 他這裡圈圈應該會選擇慢打空 蹲一手 對 等一下 但他不能冒這個險 因為他盲位未必有一手能Squiz擠壓的牌 對 但剛剛的A5好像是A3還是A5 一定是在這個範圍內的 在他這個碼兩下 我們看見這裡第三名第四名跟第五名的排名都差不多 對 對 一樣的盲住 那他們這邊是18個大盲 然後呢 Michael Soyser 他這裡有54個大盲 然後Sam Greenwood來自加拿大是27個大盲 那現在我們盲住又漲到6萬12萬 前住也是12萬 那我們這裡CutoffWay看見Kenny拿到圈十 但是並沒有選擇加注 那在這裡 因為他的馬量可能需要 他的策略目前可能是想要等於手牌 對 他這個馬量他應該是會選擇All-in或者Fold-down 對 那布蘭這樣會比較損失他的積分牌 那這裡Greenwood拿到K8 在最優勢的位置也是我們的莊家衛 做了一個24萬積分牌的家主 還請消去 頂張他們 真的至少 讓他按摩 他們要超越了 那麼 對 那這裡我們看見Iwan Liu在大媽用8-6跟住 然後呢在這個翻牌後 寄到了中隊一對6 他在這個位置選擇過牌給Greenwood 那在Greenwood用King High的高牌 下注15萬積分牌 在Check Call了Greenwood的第一條街下注之後 那這裡轉牌 Iwan Liu選擇繼續過牌 那Greenwood在這裡會繼續給Iwan Liu壓力嗎 一個40萬到50萬的下注 60萬 那這邊他選擇下注60萬 這個60萬對Iwan Liu的積分牌是 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對非常大的威脅 因為這邊Iwan Liu做個Call的話 那這盒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對他現在已經面臨抉擇了 就沒有盒牌的事情了 因為他這裡一旦跟住了這裡的60萬 他就已經深深的Touch了 對這邊玩家他們會考慮轉牌發生的事情 盒牌更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這下打就是圍棋一樣的就是你要比對方多想的幾條街 對 這就是位置的優勢 我們這個星期好多次有看見 因為位置的優勢 有玩家用更弱的牌拿下了底次 對 那這邊Sam Greenwood他繼續累積籌碼 從短碼一直現在打到排名第二 從短碼一直現在打到排名第二 那今天呢我們看見他的策略都是small ball poker 他做了很多check call 那他有時候下注的時候也會下 那是minum bet 也就是一個大忙的注 那這邊我們 fold out Sam Greenwood 這裡Sam Greenwood又拿到一手圈石雜塞 選擇棋牌 那這裡Wen Bangkok用A2童華的牌在莊家衛 差不多18個大忙推了個all in 差不多18個大忙推了個all in 差不多18個大忙推了個all in 差不多18個大忙 推了個all in 18個大忙 六五同色是沒有辦法防守 那這裡可以看見漂亮的獎盃在桌上 也是每個玩家在桌上期待今天晚上可以帶回家的 那除了這個獎盃還可以帶回家1100港幣的獎金 1100萬 小了幾個零 對 1100萬港幣的獎金 那當然就是對大家來說 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非常的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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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fow到小忙跟大忙 那這兩家都沒有排列的情況下小忙fow掉了 謝謝 謝謝 他拿到了一手A9選擇棋牌 他拿到了一手A9選擇棋牌 他在COA拿到K9雜射 那後面都沒有拿到能夠接他all in的底牌 很可觀 沒有 不要 我只想要浮汗 你能不能夠浮汗 你能夠浮汗嗎 不然 你很可觀 你不可以進水裡 你不可以在前面了 很可觀 很可觀 你很可觀 你不可以浮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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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像一屌 我都很像一屌 這邊我們到了Kenny,他在裝甲位,拿到了A7 那他在這邊是小於20個大猛 這時候A7在裝甲位是一個可以ALL IN的選擇,他果然選擇ALL IN 那這後排看看後支位有沒有能夠接得動的,並沒有 因為在短桌的情況下,在大家BB數都不高的情況下,有很多排是已經進入到了ALL IN範圍 比賽進行到了百熱化的階段 還有,現在是在高級地址上去做甚麼 他可以在高級地址上去做什麼 這次的話,你能夠高級地址上去嗎 如果我高級地址上去,你仍然能夠高級地址,你需要下手 这里说一下在枪口位拿到A10 这是一手非常强的牌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短桌的情况下 而且这是一手Race出去 可以接得动短马All-in的牌 来看一看小盲位 选择call 那大盲位的A7会不会有所动作 直接选择All-in 那Michael Souser 他要问一下多少几分牌 来这里基本上是一个 基本上是个跟出啊 果然 那Ivan这边是All-in 差不多16个大盲 哦 拿到这个G7 KING7 那我们看见这里 Ivan在被Dominator的情况下 他这里盈利是34% 对 任何AX都有三成盈利 那这边Ivan需要看见三个7的AX 任何7可以让他赢下第一次 这转牌马上掉了个气 那么可以看到盒牌依然有三张石 可以进行反超 那我当然非常喜欢 Ivan留在这张牌桌上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 对这个游戏 就是更有action的一个玩家 对 好 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依然继续我们的五人桌游戏 对 他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玩家 是吗 对 因为每次看Ivan打牌 都是非常精彩 我看你打牌 我也觉得非常精彩 会吗 是啊 我会打得比较稳比较紧吧 稳定 对 Ivan的Ivan打牌 他的那个筹码波动啊 非常大 非常大 他要么就是出局 买入好多手 要么就是cheap lead 他特别是这种 无限买入的比赛 表现非常好 无限制买入的比赛 他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 以及心理上的优势 去跟别人做波动 去年呢 这个激州岛的主赛 两百万买入的港币 他买入了四手 八百万港币 对 非常的贵 我认为我能够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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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几个手 然后你需要 那刚才那个中国玩家许亮 是这个比赛得到了第七名 也是一百六十万港币的奖金 那在这里 枪口卫 Brian Kenny拿到一对四 他直接棋牌了 那他在 这个筹码量在这里 应该似乎可以加注的 那我们这边看见 Wen Bangkok 在庄家卫 All-in A9 拿到了A9不同色 选择All-in 那顺利拿下底子 可以看到这些玩家 对于翻前的范围 All-in的范围 都非常的精准 以及自信 拿到一手可以支持打光的牌 就毫不犹豫地进行下注 我会有过多的思考 即使现在的Money Jump 已经非常的大 现在大家谁终于A团队 也是GG 他这里被 当然就是任何玩家 在这个桌上 给另外一玩家 Double的话 都是很大的 对他们 就是充满量 是有很大的伤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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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点准备 苏莱在这里一手圈三杂色 很可能进行一个Limp 果然选择了跟注 我们可以看到 经常在只剩下小忙大忙两位玩家的时候 如果你的手牌 其实这里是可以Limp大量的范围 圈三是一手有高张 翻后结构性不好 但是有一定的本体是一张Value的牌 看看会不会遭到一个Brancani的挤压 加注到了42万 那选择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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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放弃港币的话 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比赛 一般对于职业排球而言 打锦标赛的级别 差不多要准备100到300个买入 当然如果是线下的比赛 可能会依据你游戏性质的不同 有所缩减 因为我们知道你可能可能比如说一场主赛级别的赛事 你一辈子也打不了300场 对 所以没有必要去准备这么多的买入 但是如果你是打线上的职业线上 级别赛玩家 300个买入是必要的 最低最低也需要100个 他们同事一般是开20桌 对 基于自己的个人能力问题 可以开4到20桌不等 我以前都是打15桌的 那当然那时候德州扑克 大家水平都没有现在那么高 你可以完完全全打就是 自己的系统 对 自己的系统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 有针对 对 现在呢如果你参加一个200买入的比赛 那些玩家的水平都提高了很多 对 200刀买入的比赛 对 那Selina你现在会有打很多215或者109的比赛吗 这亚洲时间实在太不好了 你会打吗 这种设定面练的那些 对 我很少打线上 很少打对吧 对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4个月的时间是 没有怎么出门 就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线上打牌 打比赛还是 竞标赛 当然也有一些标准局的练习 那这问题就是 一般在亚洲这种 百万赛是凌晨三四点开始的 对 那打到进前圈好像是要凌晨早晨的10点11点 对 也是我们最困的时间 对 那我有打过几次是每把牌都会睡着 那那种痛苦啊 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睡着的 我是一天可以睡上10个小时 每天都可以睡上10个小时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觉得痛不允许 所以就是真的就是你再给我再多的钱我就只想睡觉 对 只想睡觉 对 因为百万赛真的是像马拉松一样 对体能的考验也非常的大 所以我不打百万赛 我打的都是一些 100多首买入的一些赛事 就是比较街开下午这种开始啊 晚上看这种 对 因为这样的比赛最能 全套的对竞技竞标赛的阶段进行一个训练 对 因为你可以很快的就是打到竞标赛的后期阶段 那如果是经常打那些非常高人次的买入的话 可能你一个月也就打到final table的次数也就那么点 对 所以对你技术的提高不大 因为我当初学打牌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赢多少钱 就是纯粹是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提高 而且非常热爱这个游戏 对对对 那当然就是对德州扑克热爱的朋友们 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游戏的魅力 对 那这个游戏以前是我的hobby 也就是对我来说可以把这种hobby改为就是工作的职业 是非常开心的 对 我也希望能够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就是自己爱好的事情 对 像我现在就非常开心我现在做着德州扑克的解说 但正好是在解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娱乐游戏 那你有很多时间你也可能做不住一天要做十多个小时去完整的去看一场比赛 那现在由于工作的关系反而是给了一个强制学习的机会 嗯 还不用教学费 就非常的 还有工资呢 太正EV了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5月4号差不多那个时候会开始给大家带来黑山 传奇扑克超级豪克赛的解说 也是现场直播 对 那那个系列应该有可能会直播两个星期 对 好 我们这里小盲卫继续用K10杂色来跟住 这里应该不会遭到大盲卫的squeeze 因为K7同时也是一首很好的进行番号的游戏 他应该不会在番前制造更多的波动 我猜测他会直接选择check 我猜错了 那我们看见这边 积分牌Ivan跟Soyza是差不多的 那这边Soyza选择给Ivan更大的压力 加注为42万的积分牌 如果他进行跟注 那么他们势必要打一起一个大的地尺 他选择放弃 其实也他这手牌的排力是可以支持call 但是是考虑到他的后守卫玩家 一方面对他有位置优势 一方面水平也非常高 其次他的筹码量是被对手cover的 那么在场上还剩下其他短马的情况下 在这里跟他游戏一个巨大的底持是不太有利于自己的 请标筛 成名 不论啊 KING10和KING7T KING10和KING7T 他在KING10 我在KING7T 他在争取价值值观 他说 我认为了负责 我认为了负责 我认为负责 我的负责 我认为负责 我认为负责 你准备我成为负责 我们差不多是负责 你还有一点多? 是的 2.7我认为 2.7我认为 2.6 2.6 这边 Soyza Goar选择了跟住 Kenny在大忙外拿到A6 选择欧英 拿下抵制 1天 这些比赛在黑山 也是差不多的买路 他们那边买路都是欧元 主赛 跟港币也是差不多 翻成港币也是差不多的买路 对 这边 大家觉得这个比赛的速度快了起来 那当然这也是一个 两天的比赛 今天 大家觉得这个比赛的速度快了起来 今天这个比赛会打到冠军 但是 那因为这边还剩5位玩家 我们有可能没有机会 给大家播第一轮的 100万买路港币的短牌 但是明天 可以给大家播第二轮 100万港币买路的短牌 那这里 比赛会的Soyza拿97童话的牌 加注到25万几分牌 你过那里 我这里应该就是 BeeBee BeeBee 拿到了一手 负仁舟很长的牌 直接选择All-in 那我们这边直播 是现场延迟半个小时 给大家带来的 我们看见的图片跟观众们一样 然后我们就直接 做解说 那这亚洲办的比赛 一般你都不需要说英文 就能过来玩 因为这边讲中文的很多 那一般和观都会讲英文 都会讲中文 对会听得懂中文 服务生都是讲中文 你知道他们有一次WSOP 有锻炼训练一只猴子去打吗 是吗 我不知道 这猴子他会抠啊 会夹住啊 什么的 那后来成绩如何 背套了 应该没有打入警宣 这里枪口味拿到了一手 A10同色 非常好的一手牌 Ivan说他打得很紧的一位玩家 我们这一天有看见 他的花样也非常多 他肯定知道你会打开每个手 他知道他会打开每个手 他知道他会打开每个手 所以 那是正确的 而且他知道7次出门 7次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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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2次出门 2次出门 你拨 我们过两手牌会有休息 但是呢我们这个休息时间会直接给大家播放 一百万港币买入的短牌 大家不要走开哦 那这边索莉莎从马掉了一点是因为他前面A10对A7给Ivan做了个Double 那我觉得这是anybody's game 就是任何人在这桌上都有可能是这个比赛的冠军 3,3,3,1,2,3,4,3,7,3,8,3,8,3,9 All-in 那我看见又一次来了个All-in 对 那这里是Wayn Bangkok小盲位 圈六打All-in 这边Ivan呢他是拿87 没有办法接这个All-in的 他也是非常的干脆在双位玩家Greenwood的选择戏牌之后他选择秒All-in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战时Michael Soyza还是我们这桌积分牌领先者 但是呢跟Ivan六是一样重码差不多都是380万左右 那这边Sam Greenwood是340万 Brain Kenny282万 然后Wayn Bangkok是231万 对并且现在忙着来到了8万16万 现在进入一段休息 然后我们马上切到100万买路短牌的Action 那这里我们看见Andrew Rubel有在这里参赛 那他应该也是刚到的玩家 因为我们前几天没有看见他 买路任何比赛 这应该是他第一场的比赛 那我们这桌有一个中国玩家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他说他给人家的眼神感觉是非常吓人的 哦他不是中国玩家吗 这个其实应该是澳门的棋 对看起来是澳门玩家 是中国澳门的玩家 那这桌有Paul Foy Andre Rubel Sergei Lebedev Wu Yewei Makita Badezhikowski Fish2013 That's Andrew 那这边 一期季我们看见Badezhikowski 有A Gold All-in 那我们看见这边 这位澳门玩家 来自我们中国澳门的Wu Yewei 那他拿到了19铜花的牌 那我们知道这短牌里面也是非常强的牌 对可以看到这手牌目前的胜率是领选也够的 对 对 对在三加底池里面 他目前的 获胜率 非常的高 One good car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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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No One good card One good card Ei Hiang You can get you Th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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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ת国家 Badezhi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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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It's me Yeah Oh,Right I don't want too many buttons I do I do I like to play button Yeah Can I keep it here? Yeah,We place your stack We'll keep it forever That's a 那竹 Hollande no button 竹 十五 我可以看到 罗比奥在这里拿到了K勾杂色在UTG位置加注 那这里LibDev会怎么打呢 这手A勾 他选择放弃 面对一个枪口位的加注的确你的A勾是不领先的 所以虽然我们上低视角看到他破掉了比较强的牌 但是面对枪口位的整个范围 A勾并不是一手非常有利于游戏的牌 并且是在枪口加1的位置 这里我也是会选择放弃A勾 我可以看到 UTG玩家K勾在这里 击中了中队 对 对 好